来抱抱一下 新冠肺炎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也让慈祭的御佛典礼走进了家家户户 虽然没有隆重的道场 在家御佛却有更多的温馨互动 在院子里安放佛像 打开平板电脑 供上鲜花、灯竹、清水和鲜果 简单庄园的御佛台前 一家人御佛 虔诚的心念不减 今天这样一起来 亲居一起御佛 是真的很好 之前其实是有 可是因为我们身为志工 要去场地帮忙忙 所以家人来的时候 也不能完全的一起陪伴跟照顾 今天的感觉就是真的是 在他们的身边这样 带领他们这样一起御佛 所以也是不大一样 所以在家其实有另外一种伐喜 除了伐喜 在家御佛也为行动不便的长者 打开了另一道方便扇门 就是因为妈妈脚都不方便 那我们就因为现场人也很多 所以有时候御佛会有一点遗憾 就是没有办法带妈妈回去 然后今年就是在家里的那种感觉很好 身体的健康 OK 谢谢 慈祭三恩节即是佛诞日 慈祭日也是母亲节 简单的奉茶和御族仪式 让为人母者乐开了怀 也有前慈祭照顾户 在志工的邀约下 带着亲人一同摘戒如素 共募佛恩 感恩慈祭啊 带我们自己见识一下 这些慈祭的东西 不然我们完全都不知道 就是我看了大安孩 会比较了解那些大安孩的感觉 很感恩师姐打电话来给我们 她有机会上线 像看电视机这样 这样第一次很逸活 这样的逸活啊 让你有什么感受吗 就是一样 双眼心里 天气 希望这个世界 没有战争 没有贪穷 没有饥饿 任何人 为什么你要来参与佛呢 就是 会向给父母 就是 希望他们 就会参与 他们 少人百事 一家人将虔诚信念 化为行动 透过摘戒素食 共同为多灾多难的世间祈福 努力我们 要吃宅 尽量不要吃 有生命的东西 因为 有吃素 比较健康吗 对身体啊 对皮肤精神都 比较好啊 就是 尽量不要杀生 因为动物都是有生命的 以后会 持续吗 会 就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呢 爱过动物和吃素 不杀生 短暂的欲佛典礼 启发人人内在的慈悲与清静心 唯有凝聚更多人的虔诚善念 才能让世间变得更加祥和 大海新闻 将上美之公马来西亚青山报导 对手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